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导文 主导文下面的一句是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话说起来有点奇怪 免我们的债 我们欠神什么债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切我所拥有的,我所享受的 都是来自神 我的生命是神赐给我的 我这个身体是神造的 我一切所拥有的 都是神带进我的生命中 放在我的手上的 我的家人也都是神赐给我的心肝宝贝 连我呼吸的时候 这个空气里面的氧气也是神赐给我的 氧气吸到我里面了 我肺部的运作 我血管的运作 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 那为什么神要赐给我这个生命 赐给我这个身体 赐给我这一切呢? 在我们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 我们已经存在了 在天上爱我们的阿爸父 就跟我们商量说 你要到世上去了 看,这是我为你所准备的 写在生命册上 你要用这样一个生命 来彰显神的荣耀 你愿意吗? 而我们看了生命册之后 我们都说 我愿意,我愿意 我愿意到人间 用我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 那么我们就到这个世界来了 很可惜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就完全忘记了 当初我们跟神的对话 我们就是过我们的日子 去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 很多时候 我们甚至忘记了神 也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存在 我们活在人间 享受一切神所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 没有按照当初神所创造我们的目的 来过我们这一个人生 这就是亏欠神 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神的饶恕 然后,我们要寻求神的面 让我下面的日子 让我余生的岁月 都是按照神的旨意 来活出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 就是为神的国 为神的民 带来荣耀的一个生命 阿们 阿们